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叫做 PD Movie Live Air 2的跟膠器 那我要先說 我沒有要跟大助搶工作 搶跟教室這個工作 主要是因為我拍攝 喜歡輕量化 所以不可能加圖傳 再加一個跟膠馬達 因為這兩個都要吃V掛電池的電 就會變成超重 那當然之後如果有更大的班 我一定還是會發班給大助啦 那為什麼我莫名前面要買一個跟膠器來玩玩呢 因為我上次拍一個劇情片 完全沒有找跟膠來幫忙 所以沒有無限跟膠 連手追都沒有 所以我手持的時候 我還可以在鏡頭上轉轉轉 還算可以接受 但是上個穩定價 我們就陷入一個瘋狂的狀態 完全沒有人跟膠的狀態 所以我們只能維持一樣的距離 在那裡保持一樣的距離 或者是用比較廣的鏡頭來代替 那這樣子我們影像的部分 沒有辦法發揮到極致 所以呢 我就買了一個跟膠器來玩玩囉 今天的影片我們只會簡單的開箱 然後想辦法把所有東西裝到我們的BMPCC上面 使用看看 那我也會想辦法把那個藍牙遙控器塞到各種工具上面 像是這個是RONIN-M的穩定價 還有我們剛剛的機械穩定價 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工具上面 這箱前我要先說 PD MOVIE 其實已經有附一個跟膠環了 但是這個跟膠環前面凸出來非常多 我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多買了一個 TILTER的跟膠環 好 就這樣啦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都買了一個跟膠器 他還附給我一整組的兔龍 是怎麼回事 OK PD MOVIE OK 所以我們盒子外面掛了一支 15mm的導管 我們打開盒子之後 上面這個蓋子有一本說明書 這蓋子上面還有一條很長很長的 Micro USB 喔 其實頗短的 然後有一個很神奇的熱靴支架 這盒子裡面又多附了一條Micro USB 到底是怎麼回事 剛剛已經一條 現在又有一條 兩條Micro USB 然後四顆的電池 但是這四顆電池是 兩顆黏在一起 兩顆黏在一起 這麼神奇的設計 接著這就是我們的充電器 那我覺得這充電器還不錯 因為它是用Micro USB 我們不需要去找插頭才能充電 我們接著行動電源就可以充電了 接著就是我們的藍牙遙控器 拿著一個遙控器 這個藍牙遙控器裡面 還有再一顆電池 所以這一個盒子裡面 就包含了五顆小小的電池 真的是很瘋狂 第一次看過開箱一個東西 裡面有五顆電池的 真的是瘋狂 那最後我們盒子裡面 就是我們的跟膠馬達啦 OK 那我們的開箱就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想辦法 把這些跟膠馬達塞到我們BMPCC上面 那我要先說我的BMPCC上面 有一個small rig的2510板子 那那一塊板子呢很特別 我們可以再擴充一個15mm的導管夾座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把我們的跟膠器塞到上面 但是如果你的相機不是BMPCC 你也沒有small rig的那一塊板子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用 pdmovie附的熱靴導管夾座 那不然就是你組裝pdmovie送給你的神奇兔龍 但是我有這個神奇的small rig15mm導管夾座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我們的跟膠器放到上面去 真的是超棒 接著我們想辦法把鐵頭跟膠環塞上去 齁齁 完成啦 那我們接著就把我們的電池都插上去看看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裝上電池之後 我們第一個步驟一定是先讓跟膠器知道 我們最近對焦距離在哪裡 最遠對焦距離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手動選擇 也可以讓它自動去偵測 那自動偵測的話 我們可以長按馬達上面 它就會自己去跑 那我們遙控器也是可以按一個 短按再長按 它也可以自動偵測 那當然如果我們不要自動偵測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手動偵測 就是這樣子 完成 哇塞 跟膠超級好玩的 不行你推進 我可以從這個拐拐看掉東西 那它還有AB限位的功能 就是我們按一下 那我們轉到我們下一個點 然後再按一下 那我們現在就是AB限位功能了 就只會從我 然後到螢幕 然後再回到我 我們就不會堆到背景 或者是堆到更前面的東西 哇塞 真的是超帥耶 好 那我們的功能差不多就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試試看 怎麼樣把它放到各種的 攝影周邊器材上面 像是我們的 像是我們的 穩定器 那 嗯 再換個角度試試看 感覺右手好像不太順手 我們試試看 左手好了 左手好像也不太閒 因為左手主要就是負責整支穩定架的穩定 那如果我再多一支拇指來跟膠的話 整支穩定架就會飄來飄去 好吧這些穩定架只能這樣子的耶 也沒有辦法再放到其他地方去跟膠 然後我們接下來再試試看 RONIN M 電子穩定架的 框框吧 這樣子裝上來比剛剛機械穩定架好用的一些 放到側邊感覺也頗鮮的 好啦這個RONIN M 電子穩定架 感覺好了一些些 但是還是沒有到一百分的感覺 接著這是我的DIY手持裝置 然後我的跟膠器放在上面 我覺得好像也是不太順手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不是到非常滿意 這個品質它單獨使用我覺得是還OK 但是如果你把它裝到一些支架上面 管子上面非常難使用 因為它的形成有點遠 這應該有超過300度的形成 你要轉這麼這麼遙遠 你才能跟膠 但是你在這些支架上面 其實轉的幅度都很小 都只有可能45度或頂多90度而已 就這樣子稍微轉一下 但你這樣子沒有辦法從 可能非常近距離的東西 跟到非常遠的地方 不然你就會一直斷斷續續這樣子 如果這個跟膠器 不是裝在這些穩定架上面 而是另外一個人幫你去跟膠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跟膠器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優 它的延遲算是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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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就只轉一點點 它不會暴衝之類的 或者是有一格一格一格的奇怪現象出現 PTmovie Live Air 2 真的是物超所值 根本超越同級太多了 以這麼便宜的價格 可以拿到這麼優質 這麼滑順的跟膠 真的是無敵啊 我真的覺得這個遙控器很可惜 它的形成真的太大了 如果是大柱它的手輪在旁邊轉 那你給它大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手輪 它在官網它的初衷呢 主要就是放在steadycam啊 或者是穩定架上面 那你自己使用 你在這些工具上面 根本轉不了這麼大一圈 你那要怎麼轉 你只能轉個頂多90度而已 90度已經非常極限了 所以如果PTmovie可以再設計出一個 一模一樣的設計 但是它的滾輪形成可能只有90度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非常優質的產品啦 那我覺得就是非常優質的產品啦 那我看得到了 OK這就是我們今天的PTmovie Live Air 2 跟膠替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那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還有一個讚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